我们来到 哇 这个背景 超好吃 我们现在 哇 太厉害了吧 哈喽 大家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今天我们要挑战一天 在英国曼城只吃亚洲食物 前几天在Facebook看到 有一个香港的Hong Kong Street Food Fair 那就想试一下 在英国香港人他们做的食物是怎么样的 去到那里呢 真的看到很多的香港人 也有很多不同的小店 那我们第一个买的就是咖喱鱼蛋 咖喱鱼蛋是香港一个很有名的Street Food 这个咖喱鱼蛋我觉得很正宗 超级超级好吃 真的跟香港吃到的一模一样 好吃香港的美好 下一个呢我们吃的呢就是一个Fried Chicken 它有一些炸物啊 还有其他有些人卖鸡蛋仔那些 然后我觉得这个炸鸡也蛮好吃的 第二站我们去的Hello Oriental Hello Oriental在小红书非常有名 在曼城的一个food hall 里面有很多亚洲台湾 越南韩国的一些食物 哇这个背景真的好好看耶 Thank you 这里的背景还有环境的非常好看 它的Wall Art非常好看 而且它的灯光打下来气氛氛围感特别好 太厉害了吧这个 第一个呢我们吃的是卤肉饭 这个它做的真的很好吃 很入味很软 I think this one is really good taste really good 哇塞 下一个我们点的是海南鸡饭 我觉得这个蛮juicy的 然后也蛮新鲜很好吃 9点5分 是亚洲马来西亚新加坡非常流行的一个 看一下这个 Oh my god this one really good 很好吃 哦还点的生煎包还有那个香港的奶茶都非常好吃 好喝 So Hello Oriental 我觉得真的蛮推荐的 跟小红书他们说的一样那么好吃 So有机会你们可以来这里试一下 它楼上的那一层也有一些bakeri那些 它整个building都是很好看 有不同的设计 然后不同的美食 有越南的河粉也蛮多人点的 然后building的里面 它有一个Asian的foodstore 里面有卖很多的亚洲韩国类的食品 饮品类的也蛮多 这里的menu也是蛮丰富的 就是刚刚去的那个餐厅 所有那些鸭叉烧啊都有 那这个是它的menu 就给你们看一下 在这里逛了一下呢 就看到它卖的都是那种亚洲的零食啊 薯片之类的 大部分在中超的也可以买到 有点像天天超市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它的大部分食材 应该都可以在Chinatown买到 那我们之后去bakeri再买更多的东西 亚洲的东西特别多 馒头啊那些 哎面什么 这里大部分呢都是package的那些食物啊 韩国的酒类的那些也有 应该是给那些外国人逛的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 第三家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家 来到这个旺旺bakeri 是啥 旺旺bakeri呢就是连外国人也去的 一个亚洲bakeri面包店 然后里面呢也卖很多的蛋糕类的啊那些 排队的人也蛮多的 然后我那天去到很多东西都已经卖光光了 网上有些人说这个甜的应该蛮好吃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果人跟网上说的一样 甜的这个还是真的蛮好吃的 然后布罗包就一般般吧 伦敦的比较好吃 还有一个叉烧酥 这里呢还有其他的餐前介绍 就是这个sushi restaurant so I hope you enjoy today videos and see you soon 那我们在之后的英国影片再见吧 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remember to like and subscribe 在这个频道里面呢 我会学一下我在英国的生活 If you're interested please keep on watching like and subscribe and see you next time